- 给我吧 我放包里 - 谢谢啊 谢谢啊 今天接到一个奇怪的订单 它是要找两台OPPO 然后封装不知道用来干嘛 去看一下 那个A72拿两个 A72 - 只有黑色了 - 只有黑色啊 - 要采赛呢? - 采赛卖完 - 这么快吗? - 还少了 - 采赛那个人20个 - 别那么多 - 明天有没有? - 今天和明天要厚点 - 要拿两个黑色试一下 - 这里面挑两个橙色好一点了 - 像这种膜都没吃 - 手机是拿到了 - 然后下去六楼配个盒子 - 那个盒子什么配? - 你就给它配吧 - 三十 三刷 - 你要打标吗? - 打不打标? - 打标价钱吗? - 价钱? - 价钱? - 价3块,就这种的 - 你帮我打呗 - 有一个有膜 - 你把那个膜给换掉 - 这个膜不行 - 不行,花了 - 都钱包了 - 这个就是成号了 - 数据线 - 线尾币 - 闪充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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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盒子保修款了 - 戈充大头 - 开始了 开始了 给我吧 我放包里 谢谢啊 两台未拆封的 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市场上 拿回来的A72 后风的手机 首先要说明一下 它是20 这样风装的目的呢 后来我问了一下 只是为了送人 就当一个小礼物 可以说是送给 我也不知道是女朋友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礼物就对了 那么跟她协商之后呢 她同意我们拿出来一台 给小可做拆封视频 直接开始吧 那就不客气了 还是有点感觉的 这盒子其实是全新的 有这个阻尼感 这个确实是我佩服滑翔北的地方 它可以把这个手机的串号都可以打出来 跟手机完全相匹配 但就是需要一点时间 好 那么打开之后呢 看到第一个是保修卡说明书的盒子 这是卡针 这个呢 快速入门指南 在这里说明一下 这个保修卡只是个样式 是没用的 无法在官方进行正常的售后 只是一个装饰而已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全新的手机套套 再往下看 哇 好香啊 OPPO 它这个原封膜都给做的 我的天 有实体店的老板 可以在下面评论一下 是不是跟你们的心机 可以说基本没有什么区别 好 我们来拆开它 哇 好亮啊 这个反光啊 它这上面是贴了一层 能看到吗 我给放大看一下 那这上面是贴了一层原厂膜 一块钱一张 然后手机的橙色 这也不用我多说了 它既然可以把它当成 我不敢说有全新机的橙色 99星还是有的 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我也不知道这手机为啥会这么新 再来看一下后面 后面这里除了我刚刚用手指摸到的有一些指纹印以外 这个是可以擦掉的 如果不是专业人士 你根本就分辨不了 真的 这话可以负责任的说 你根本就分辨不了 嘎嘎板正 哇 好香 撒娇笨死了 低调 不要说出去了 对吗 好香 好香